第一步把电源拔掉,然后把这些螺丝全部拆掉 这个后板上面螺丝一起拆掉 取出后板 第二步把这些扎带,还有这个温空间螺丝全部拆掉 记得这个螺丝一定要分好类型 然后把这个绿色的皮带,黑色的皮带 好,清理干净,把这个黑色的皮带拿出来,这个桶整个就拔出来了 你要更换的就是这个东西 这边左下角有个口,顺着把它给撕掉 把这个旧的撕掉 小心手不要收拾 放上新的,新的这里有背胶,把这个要撕掉 好了,先撕掉一个缺口,然后对上缺口 一定要粘好,粘平 粘慢一点 一定要对着这个缺口啊 甚至它一圈均匀地粘上去就可以了 好的就是这样而言 好,不行 好的, нет 好的,今天我们不放冰箱 我会让我分的就没有放冰箱 可以让它沉入 我还可以在我们处置 这个接头处千万不能产生台阶 如果长一点的话把它剪掉 就是一定要是平的 好 手按压一下 然后再把拆下的内桶装上去 把黑色的皮带先挂上去 再使用拆下的螺丝 手提一下 先把上面的一个 下面下面的固定一个 上面再固定一个 再把黑色的皮带 是这么固定的 一定在皮带槽里面 然后手手手 可以这样转动一下 皮带恢复原味 立下个皮带 受点力 OK 其他的按照怎么菜怎么装就可以了